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曾经经历过两次著名的末日论 第一次说的是16世纪的法国医生诺查丹马斯预言 1999年7月份,恐怖大王会从天而降 后人把这个解读成了人类的灭亡 第二次是借助2009年上映的一部灾难电影《2012》 火爆起来的2012年世界末日论 据说是根据古代玛雅人的预测 当然,实际上地球跟人类都没有遭遇末日 依旧是日常的纷争不停,麻烦不断 但如果打开手机的系统设置 把时间自动设置功能关闭之后 你看看最远能拉到什么年份呢 不论是安卓机还是苹果的iPhone 都只能设到2038年1月份 即便有些手机在动画效果上 可以滑到这个时间点之后 但只要手指一松 时间马上就会回到2038年1月份 所以,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手机 跟平板电脑的世界末日 就是2038年1月份 既然系统时间是精确的 那么到底是2038年1月份的 哪一天哪一刻呢 准确的说是2038年1月19日 凌晨3点14分07秒 那这个时间之后的一秒呢 大部分手机的时间都会蹦到 1901年12月13日 20点45分52秒 少部分会蹦到1971年1月1日 0点0分0秒 当然了,世界末日是不会在那天到来的 但如果不做任何处理 就会造成很多麻烦 下面我们说说 为什么手机上的末日 是这么一个不当不正 有零有整的时间点 实际上这是手机操作系统 分配给时间的存储单元的 位数限制和相关规定造成的 我们知道 无论是苹果公司 还是谷歌公司 他们开发操作系统 虽然差异很大 但操作系统内核都是Linux 而Linux又是基于更早的 Unix开发而来的 所以 只要是Unix系统自带的问题 今天的iOS跟安卓系统 就都有可能存在 作为操作系统的核心 Unix自然要有必备的基础功能 比如说 存储的分配 地址的映射 内存的保护 设备的管理 文件系统 用户界面等等等等 其中 系统时间是一个很重要 又很基础的项目 尤其是对于有互联网功能的操作系统来说 更是如此 在1971年11月3日发布的 Unix程序员手册1.0版里头 Unix把1971年1月1日零点 定为了时间的70点 给时间计数器的规定是 存储在一个32位的无符号存储单元上 这个计数器 每秒计数60次 也就是频率是60赫兹 那么我们可以算一算 按照计算机的二进制 32个二进制数位 那么就从32个0到32个1开始 大约一共就是43亿次 因为每秒计数60次 那大约就合7200万秒 大约就合828天 就是2.5年左右 也就是说两年半之后 如果没有对时间计数器 做其他规定的话 就会出现内存溢出的错误 当初谁也没想到 Unix这个系统 后来成为全球绝大部分 处理器的操作系统 但两年半也确实太短了 连一般的开发周期 都不能覆盖全 于是在多次调整之后 就形成了今天 依然在运行的 那个关于时间存储的规则 在这个新的规则里 技术器的频率 从60赫兹降低到了1赫兹 然后无符号存储位 变成了有符号存储位 也就是说 32个比特里 有一比特是专门表示符号用的 时间70点 依然是1971年1月1日0点 于是向前可以追溯2的31次方秒 向后也可以推演2的31次方秒 向前追溯按秒计算 就是那个有零有整的 1901年12月13号20点45分52秒 向后推演按秒计 就是那个世界末日 2038年1月19日凌晨3点14分07秒 前后算起来覆盖了136年的时间 我们想 即便UNIX是1969年就开发的 但开发者啊 都是来自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 怎么可能在系统里遗留一个 设计上这么不周全的 时间技术上的bug呢 其实UNIX系统开发者 早在80年代 就把时间技术的方式给改过来了 已经扩充到了 用两个32位的存储单元 来处理时间信息 当然 主要是为了配合当时 更多的联网需求 和时间匹配的问题 比如说时区的信息 润秒的信息等等 于是在UNIX中 其实从几十年前 就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但今天的手机跟平板 都是基于Linux开发的 UNIX改了 不代表Linux也改了 这就像国家已经推行了 第九套广播体操了 但是有些学校的课前操 还是在做第八套广播体操那样 于是这个问题 依然在手机里遗留着 如果一个手机到了2038年 1月19号凌晨3点14分07秒之后 会发生什么呢 那完全是不确定的 和那个时候 手机正在运行着什么软件 那个软件是否正在调用 跟时间有关的参数有关系 大概率会在几秒钟之后 出现各种崩溃 哪怕不崩溃 也最多会挺几秒钟 然后出现各种混乱 比如说 你想给大家录一下屏 展示一下 手机的世界末日是什么样的 结果录像时间 突然就横跨了70多年 由于录像软件 对单个文件的时长都有限制 于是软件就会卡死 或者文件大小出了奇怪的问题 今天的00后可能不知道 其实早在1999年 人类就集体经历过一次 类似于2038年 手机末日的危机了 那就是千年虫 千年虫的危机 源于对时间占用的存储位 过于节省的设计 像1990年不写成1990 而写成90 1952年不写成1952 而写成52 这个习惯延续到了不少 早期程序员书写的习惯里 于是很多诞生于 六七十年代的编程语言 编码规则 都是用两位数字表示年份的 那么2000年呢 就是00 但其实如果写成00 系统就会默认为1900年 那个时候 互联网已经很普遍了 银行 金融系统 政府部门都用上了 如果时间突然从1999年 跳变成1900年 很多跟时间有关的证书 有时效性的授权 银行卡 信用卡的还款日期 军事方面的自动报警等等 会不会出现意外呢 当时千年虫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其实在2000年到来之前6年左右 IT界已经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而且这是人类第一次在 媒体跟互联网的加持下 跨越世纪 于是千年虫问题 也成了IT圈之外 被人兢兢乐道的IT话题 当时可以说是全球近人皆知 而解决办法呢 就是把当年只用两位数字 表示年份的软件 重新开发新版本 用四位数字表示 这步操作并不复杂 但却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 比如说有些软件写完了之后 原代码早就没了 但几年来一直依靠它来执行 那怎么办呢 又没有钱 另外找人开发一套 那就只能等着千年虫爆发了 爆发之后软件就会崩溃 崩溃之后 其实还得花钱找人开发 虽说这样的事故极少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 总体来说 千年虫危机因为提前好多年 就被重视了 于是当人类跨越1999年的时候 IT界几乎没有任何动荡 类似于2038年的手机危机 跟千年虫危机 其实还有很多 只不过大都不存在全球的普遍性 这些时间点 大都跟润秒 润年 99 999 这些数字有关 比如说 2000年的2月29日 2099年的1月1日 现在距离2038年 还有16年 我们来得及解决这个危机吗 参考千年虫的问题就能知道 没有太大问题 终极解决方案 就是从操作系统到应用软件 再到硬件 全都使用64位的 这样 时间技术单元 也就是64位的 如果算一下 它就能覆盖前后几千亿年的时间了 这就完全没有溢出的风险了 你可能会说 我现在用的很多操作系统 都是64位的了 是的 但主要是Windows操作系统 做了这样的调整 很多软件编写的时候 考虑到还有少数人 仍在使用32位的操作系统 所以都是以32位格式开发的 但其实 从32位到64位的切换是大趋势 比如2021年12月的统计里 市面上全部的安卓硬件设备里 64位占比是三分之二 32位的占比三分之一 而对各种软件来说 这个切换会更快 从2022年1月1日起 国内最大的五家应用商店 小米 OPPO Vivo 腾讯应用助手 百度手机助手 开发者在上传新版软件的时候 不再接收只有32位版本的了 如果要上传32位的 也必须配合一个64位的同事上传 可能到了2038年 真正出问题的 就是一些几乎不用更新的 一直在运作的32位的软件 控制的嵌入式系统 比如说你家在2033年 买了一台电冰箱 这台冰箱用的控制程序 还是老古董32位的 但用了五年之后 到了2038年 大概率说冰箱还在用呢 一旦涉及到时间方面的参数 就有可能出现异常了 但不过很可能 在2038年到来之前 凡是有可能被时间存储 这个末日毁掉的软硬件 其实早就自然的淘汰了